这个法规对美容美化的行业也纳入了很深的 那么这个领导是可能也是监管控制的 所以要求美容美化行业上去配置或者分装化 进行虚拣分析 第五个要求美容美化行业 所以会有人做的一些品质呢 如果要请报奖励 就会请报这些化妆品的工程经营 这些化妆品的工程经营